提起科学家 大家会想到什么呢 是不是穿着白大褂 摆弄着奇奇怪怪玻璃仪器的博士 还是站在大学讲台上滔滔不绝的老先生 不管是哪一种了 你想的都是现代的科学家 古时候的科学家可不像现在这样 那个时候科学还不发达 也没有科学家这个职业 至于科学家的标配 一个设施配备齐全的实验室 那更是没有 几百年前科学家是啥模样的呢 当时不管你是什么人 随便找个地方都能搞搞实验 然后一不小心 就成为了个科学家 您还别不信 比如说首次观察到微生物的列文虎克 他其实是个荷兰商人 用自己模制的透镜 观察各种细小的物体 就这样就开创了微生物学 再比如发现遗传定律的孟德尔 他实际上是奥地利的一位神父 在修道院里面中万豆数万豆 最后开启了遗传学的大门 在科学发展的早期 人们基本上没有啥理论可以遵循 做实验也没有很多精密的仪器 跟现代这些程序化的科学实验相比 早期的实验可自由多了 没有什么道德准则的限制 更没有发表论文的压力 那个时候的科学家们 大多就是想了哪做了哪 至于这个背后什么道理呢 有什么理由 实验完不完善呢 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 留给孙子后辈的人解决得了 所以以现在的标准来看 当时的科学实验不仅简陋 还有那么一丢丢的疯狂 疯狂到什么程度呢 比如18世纪的意大利物理学家 乔瓦尼阿瓦迪尼 这个哥们的爱好呢 是给死尸通电 刚开始呢 他把牛脑袋锯下来垫着玩 让他眨眼 眨眼 后来觉得不够过瘾 就去找死人 他守着绞刑架 死刑犯呢 一被处决 他就立马把电线连到尸体的大脑里 开始通电 看死尸有什么反应 大家想象一下 假如作为一个围观绞刑的吃瓜群众 刚看完囚犯被处刑 还没反应过来呢 这个尸体就被通上了电 在电流的刺激下 几枚弄严 面部扭曲 摆出各种各样奇怪的表情 您的心理面积得有多大 您说 这样的科学狂人太极端了吧 但事实上 纵观整个科学历史 这样几近疯狂的研究 是数不胜数 不行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本书 疯狂实验史 就是这类疯狂实验的大杂烩 作者雷托 施奈德是一位科学板块的编辑 在担任编辑的这些年 他收到了大量怪异 而又古老的实验资料 其中不乏一些重口味的研究 话不多说 咱们就跟随施奈德的故事 回到几百年前 看看那个时候的科学家 到底有多疯狂 相信听完这本书 大家至少会了解下面几个问题 第一 科学家都用自己做过什么实验呢 第二 为什么说人多不一定力量大呢 第三 为什么会有人钻进和此共振仪里 享受雨水之欢呢 从哪里开始说疯狂实验呢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 人这种两脚兽 对上天这事 不管中国还是外国 都有一点执着 比如早在楚汉争霸的那个年代 就有人类上天的传说 据说为了瓦解西楚霸王部队的士气 韩信造了个大风筝 把张良弄上天 让他唱楚地的歌曲 这个楚军呢 听到顾湘的歌 就不爱继续打仗了 那当然了 这件事也经不起推敲 先不说那个时候的人 弄不弄得出这种酷炫的出场方式 就算真能让张良上天 他也未必有那么大嗓门啊 那么 最早上天的地面生物是什么呢 据历史记载 是一头羊 一只公鸡 还有一只鸭子 他们呢 在1783年9月19号这一天 成功上天了 如此奇葩的组合是怎么来的呢 做实验的人 那两个来自法国的 蒙格尔菲耶兄弟 是这么解释的 羊代表地上的生物 鸭子代表水里的生物 公鸡代表空中的生物 海陆空 全齐全了 问题是 这几只动物 到底是怎么上天的呢 蒙格尔菲耶两兄弟呢 用这个棉布呢 做了一个大气球 在里面放了一个 能烧火产生热空气的气缸 下面呢 再挂一个柳条框 第一批乘客 挤压羊组合 这儿拔紧的被登上热气球 在成千观众的围观下 热气球缓缓升到了 四百四十米的高空 也就是差不多 一百层楼高的地方 在飞行了八分钟之后 气球平稳下落 随后呢 人们在三公里外的草地上 找到了这个热气球 乘客们早已下鸡 羊在草地上吃草 鸭子在一片跑来跑去 鸡去了哪来呢 哎 他的右边翅膀似乎受伤了 不过很快就有目击者报告 这起意外的事故 是羊造成的 他把鸡栽了一脚 蒙哥尔飞烟兄弟的实验呢 大大鼓舞了那些 一门心思想上天的人 仅仅在一个月之后 第一个人 就登上了同样的热气球 而人类的航空梦 也就在这一刻 开始了新的一夜 可以说啊 大家今天能坐着飞机上天 离不开鸡鸭羊 这批带路党的功劳 我估摸着这几个动物 当时吓得是魂飞魄赛 这要搁到现在 什么动物保护协会之类的组织 保纸跑出来 跟你撕开了啊 说蒙哥尔飞烟兄弟 虐待动物 大家要是觉得 把动物弄上天很疯狂 那就太小瞧这帮科学家了 早在实验动物 这个概念出现之前 人们就开始 专门用动物做实验了 比如在1894年 法国巴黎的自然科学院 提出了一个问题 为啥猫在下落的时候 总能四肢向下着地 人就不行了 听到这个问题的朋友 千万别好奇 千千万万不要用 自己去做自由落体运动 针对这个问题呢 科学家们提出了许多假设 是不是空气阻力在其作用呀 是不是跟推猫的力度有关呢 等等啊 很遗憾 在很多次花式推猫之后 这些假设被相继否决 最终 一名叫做埃迪安 猪尔马雷的医生 找到了正确答案 马雷 不是一门心思做门诊的大夫 在工作之余呢 他还喜欢兼职 搞搞小发明 其中就包括一台 高速成像的胶片照相机 每秒能拍60次照片 正是这个玩意儿 让人们明白了 猫咪着陆的秘密 马雷呢分析了一系列的照片 他发现猫在下落的时候 会先缩起前爪 伸出后爪 把身体前部转向地面 然后再伸出前爪 缩起后爪 完成身体后部的转动 马雷的实验结果 很快就引发了热潮啊 既然猫能腾空旋转 那其他动物呢 不久之后 狗啊 兔子啊 猴子啊 甚至连豚鼠 都成为了高空坠落的实验对象 想想这个画面也够吓人的啊 天空中抛下一个一个的小动物 在法国人盯上了喵行人的同一年呢 欧洲另一边的俄罗斯人 把魔爪伸向了汪行人 俄罗斯女科学家 马利·德曼纳辛 希望了解睡眠对动物的意义 她想到了不让狗睡觉 最终呢 有十几条狗为实验献出了生命 这些狗在超过90个小时 不能睡觉的情况下 陆续死亡 最顽强的那只呢 也只坚持了143个小时 曼纳辛的实验说明了 睡眠对动物很重要 至于动物为啥一定要睡觉 到今天仍是未解之谜 到了1924年呢 俄罗斯人呢 又一次对狗狗开始图抹不轨了 这个外科医生 希尔盖布洛克昏奈库和柴丘林呢 把狗头割了下来 脸上了软管 泵和瓶子 开始了各种各样的实验 用光照狗的眼睛 瞳孔会收缩 往狗嘴觅上抹醋 很快会被舔掉 给狗喂糖果 吞掉之后又会从 空空如也的食道开口滚出来 哎呀 做这么变态的实验 到底是为了啥呀 为了证明狗头还活着 这两位医生 发明了原始的心肺机 希望用人工循环系统 替代心脏 为离体的狗头供血 你看看 比起科幻作品弗兰坑斯坦 现实中的科学怪人 重口耳朵了吧 听到这儿 大家在心惊肉跳的同时 是不是也有点小庆幸呢 这些骇人听闻的实验 固然残忍血腥 但好歹都是小动物 最起码没有人 用人来做实验嘛 是吧 如果您抱有这样的想法 那只能说太天真了 指望那个年代 疯狂的科学家们 滚得远远的 别靠近人类 恐怕只是一厢情愿罢了 还记得咱们刚才 说过的狗头实验 虽然两位外科医生 成功地让狗头 离身体存活了一小会 但他们并不是 最早提出这一设想的人 最早设计出 类似实验的科学家 用的实验对象不是狗 是人 怎么回事呢 原来啊 法国大革命开始之后呢 政府试图寻求一种 更人道的处决方法 经过各种讨论 他们认为其实还是 直接砍头痛苦更亲 然而 断头才真的无痛吗 当时并不是所有人 都认同这种说法 有些科学家认为 人被砍头之后 意识还能存在15分钟 死刑犯会受到 额外的折磨 这种担忧非常深入人心 就连当时的 大文豪余果 都在他的小说 《一个死囚的末日》中 以死刑犯的口吻问道 行刑结束之后 就不再痛苦了 可他们确认吗 有人听到 砍下的头对人群大喊 不痛吗 那么 人头脱离身体之后 到底还有没有感受呢 这个时候 一名叫做 让巴蒂斯特 文森特 拉伯德的医生决定 做个实验 来看看砍下的人头 到底能活多久 当然了 他首先得拿到人头 不过办法总是有的 跟政府搞好关系 打好交道嘛 拉伯德很快 被批准 用死刑犯的尸体 来搞实验 然而刚开始 实验没有什么进展 为啥呀 因为拉伯德 只能待在墓地边上 等着死刑犯的尸体 被运到 再动手 可是尸体 从刑刑场 运到墓园 颠簸这么一路 没死透的也死透了 实验根本没法做 到了1885年 机会终于来了 拉伯德 拉伯德获准在一位死刑犯 被处决之后 马上进行实验 在这个死刑犯 被处死后的7分钟内 拉伯德就把尸体 头颅的左侧 静动脉 跟狗的静动脉 相连 然后往右侧 静动脉里 压入加热后的 公牛血 结果呢 尸体的瞳孔 见光能输缩了 要知道 这可是通常在 活体身上 才能出现的反应 然而 鼓到了这么半天 人被砍头之后 到底还有没有意识 拉伯德并没有得到答案 至于被砍头之后 会不会感知到痛 大概只有天知道 听到这儿啊 估计你早就觉得 过去的科学家 真他妈丧心病狂的啊 从动物到尸体 什么都敢拿来做实验 没错 确实够丧心病狂的 他们甚至连自己 都不放过 反正折腾自己 比折腾别人省事 拿自己开刀 总是最方便的呢 那么科学家 都是怎么个自虐法的呢 话说呀 1802年 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博士生 斯塔宾斯 福斯 跟现代的学生一样 也得操心毕业论文的事 他的研究方向呢 就是致命的黄热病 在那个时候 人们普遍认为 黄热病是接触传播 可福斯偏不信啊 因为他发现 那些频繁接触 黄热患者的人 比如医生啊 护士啊 病人家属 他们并不比其他人 更容易感染 怎么证明自己的观点呢 当然是做实验了 起初呢 福斯用狗来做实验 但都不成功 然而福斯没有轻言放弃 他一不做二不休 决定亲自上阵 他把黄热病人的 呕吐物涂在自己的伤口上 滴进眼睛 红肝做成药片吞下 最后呢 甚至原样喝下呕吐物 哎呀 我说到这都吐了啊 但是不论怎么折腾 他就是白忙活一长 美德病 福斯呢 还是不满意 又用病人的唾液 汗液和尿液 做了类似的实验 然而还是没有生病 在拿自己的生命 做实验之后呢 估计他也能顺利毕业了吧 但问题是 福斯只证明了 黄热病无法通过 这些方式传播 至于他到底怎么传播 他还是没能找到答案 直到一百年之后 人们才终于发现 黄热病 其实是通过蚊子叮咬传播的 福斯的实验呢 虽然恶心 但其实并不危险 毕竟呢 最后没有得病吧 但我们接下来要说的 这位科学家 可差点就把自己给玩死了 这位名叫 埃根伯格的美国医生 其实更像个探险家 他和自己的妻子 一起游历世界 四处收藏纪念品 就在这个过程中 他对致命的毒蛇 产生了兴趣 埃根伯格希望搞清楚 毒蛇的毒液 在进入人体之后 是怎么起作用的 遭受毒蛇咬伤的人们 又会感受到 怎样的痛苦 首先呢 他选择了 大名鼎鼎的眼镜蛇 作为研究对象 他把眼镜蛇毒 稀释之后 注射到自己的体内 结果注射点 马上肿起了一个大包 还剧痛无比 不过似乎并没有生命威胁 眼镜蛇毒实验的成功 让埃根伯格 信心倍增 1928年呢 他决定找另外一种蛇 试试看 这一次呢 他选中了 素有非洲死神之称的 曼巴蛇 跟之前的做法一样 埃根伯格呢 把曼巴蛇的毒液 吸食之后 注入自己的体内 他信心满满的意围 这次最多也就是 起个更大的包而已 但他不知道的是 两种蛇毒的作用方式 并不一样 眼镜蛇毒会影响血液 而曼巴蛇毒 会直接麻痹人体的中枢神经 抑制呼吸和心跳 事情很快超出了 埃根伯格的控制 20分钟之后 他全身发麻 就连手指和脚趾 都失去了知觉 在感觉快要洗掉的时候 埃根伯格要求助手 给自己注射了 中枢神经兴奋剂 试迪宁 这才捡回了一条命 埃根伯格呢 后来又活了33年 在这个期间呢 他再也没有做过 类似的实验了 大家可能觉得啊 随着科学的发展呢 科学家们应该消停消停了 自己身上搞什么活体实验的 你要这么想啊 那就低估了他们的执着 从福斯喝下黄热病人 呕吐物之后 过了一百多年呢 科学家拿自己做实验的事情 依然在上演 1968年 美国的一名兽医 罗伯特·洛佩兹呢 在给猫治病时呢 突然迸发出研究的灵感 怎么回事呢 洛佩兹呢 在给猫治耳满的时候呢 刚好房东和他女儿抱怨说 耳朵很痒 于是他想到了一个严肃的问题 猫的耳满能传染给人吗 罗佩兹先去查了文献 结果发现没有任何 有关人类耳满的报告 既然如此 他决定只能用自己做实验了 他从一只感染了 耳满的猫身上挖了点耳垢之后呢 用血微镜确认了耳满的存在 然后把这坨耳垢塞进了自己的左耳 结果如何呢 他很快就感到疼痛 骚痒 满虫在耳朵里抓咧抓去的声音 让他无法入睡 到了第四个星期 他的耳道充满了耳垢 听力丧失 不过满虫的活动也大大的减少 后来呢 他用热水清洗了耳朵 耳满慢慢消失 听力也恢复了正常 照这么说 耳满是能传染给人类的咯 为了保持科学的严谨性呢 罗佩兹又重复了实验 结果发现 这次满虫在耳朵里折腾了 两个星期就消停了 症状减轻了不少 罗佩兹心想 该不是自己对耳满产生了免疫力吧 于是呢 第三次 也是最后一次 把耳满塞进了自己的耳朵 症状果然又减轻了 罗佩兹由此总结 耳满的确能传染给人类 而且可能存在一种对满虫的免疫反应 他的研究成果 获得了1994年的搞笑诺贝尔奖 也许以后再也不会有人 再重复他这个实验了吧 罗佩兹通过自虐获得了搞笑诺贝尔奖 厉害吧 还有更厉害的 咱们下面要说的这位呢 可是因为自虐拿到了真的诺贝尔奖 怎么回事呢 1984年 一名叫做巴黎马歇尔的澳大利亚医学生 从一名病人的胃中收集了大约十亿个细菌 混着水 一而进 他回忆到啊 那个味道呢 就像让人作呕的身肉 他何苦这样折磨自己呢 原来在当时呢 马歇尔正在专心研究胃溃疡 这是一种胃粘膜损伤疾病 马歇尔和研究伙伴罗宾·沃伦呢 从胃溃疡患者体内 分离出了一种螺旋杆菌 他们推测 这种细菌 就是导致胃溃疡病的罪魁祸首 可是在当时呢 没有人相信这样的观点了 开玩笑 人的胃是在什么地方 里面装的可是盐酸 铁钉放进去 没准都能溶解啊 怎么可能有细菌孙活下来嘛 那行吧 没有人相信马歇尔 他就只能用实验说话 一开始 马歇尔呢 也试着利用实验动物 在小白鼠和猪身上做实验 但是很遗憾啊 都没获得预期效果 为了揭开真相 他决定自己来 那一碗菌汤下肚之后呢 他很快就如愿以偿的 得了魏溃疡 经历波折之后 马歇尔的理论 终于受到了公众的认可 魏溃疡被定义为一种 由细菌引发的传染病 而他自己也获得了 2005年的诺贝尔奖 自虐的科学家呢 还有不少 咱们就不一一列举了啊 接下来呢 来聊聊一种实验仪器 要说科学研究里 最重要的仪器是什么呢 估计不同领域的科学家们 都能吵起来啊 但要说人们最熟悉的仪器 天平肯定能算一个 它其实呢 就是咱们平时说的秤啊 那这些疯狂的科学家们 又能用司空见惯的秤 玩出什么新花样来呢 相信很多人都有减肥的经历 对吧 减肥的时候呢 你最爱干的事是什么 我呢反正就是 没完没了的上体重秤 早上也秤 晚上也秤 但不论大家怎么秤 肯定都比不上咱们要说的 这几位科学家 在1600年的一天呢 意大利医生圣多里奥呢 走上了一个秤盘 而且一待就是30年 这事呢 要是搁到现在啊 那肯定就奔着 吉尼斯世界纪录去了 当然了 人家可不是真的 一直站在秤上 而是把自己的屋子 和天平装置相连 做成了一个巨大的体重秤 那么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为了研究人体代性 在30年的漫长岁月中 圣多里奥记录了 自己体重的点滴变化 包括吃了多少食物 排泄了多少废物 最后他发现 人们每天摄入食物的重量 只有很小的一部分 通过大小便排出 大部分都蒸发掉了 就这样呢 圣多里奥第一次用 具体数据记录医学实验 成了量化实验医学的鼻祖 圣多里奥称了自己的吃喝拉萨 到了300年后 另一位医生 同样用天平做研究 不过他称的是 另外一样东西 灵魂 人到底有没有灵魂 在有神论者看来呢 没灵魂 那还能是人吗 那科学家怎么看呢 一直到现在 科学家都没有发现 灵魂存在的证据 不过他们一开始 并没有否认灵魂的存在 实际上 有一位科学家 还花了好几年的时间 认真研究了这个问题 这个人呢 叫做邓肯 麦克杜格尔 是一名美国医生 在他看来呢 如果灵魂真的存在 那就肯定会在身体上 占据一定的质量 那么只要看看 死前和死后的体重 有没有变化 就知道灵魂的状态了 于是呢 麦克杜格尔呢 造了一架精密的天平 一头连着床 1901年的一天呢 他把一位不久于人世的 结合病人 放上了巨大的天平 在他断气的一瞬间 麦克杜格尔 测出了体重的变化 刚好减少了21克 不知道大家 对这个实验怎么看啊 当时的学术界呢 对麦克杜格尔的研究呢 是褒贬不一 有人认为 简直太愚蠢了 还有人说 他完成了史上 最重要的科学实验 甚至有人提出了改进方法 但不论如何 都不妨碍 麦克杜格尔出名 就连纽约时报 也在当年报道了这个故事 一百多年来 灵魂重21克的说法 在大众文化中深入人心 经久不衰 比如2003年的美国电影 21克 讲的就是 生与死的故事 好了 说了这么多科学狂人的 疯狂实验 有动物实验 有人体实验 有摆弄尸体的 还有拿自己开刀的 不过大家可能会说了 这些好像都是生理实验的 那心理实验呢 没错 要说到有趣的科学实验 心理学绝对少不了 人类的心理 是非常有意思的东西 从古到今 一直在吸引着科学家去研究 现代心理学 有着一套严谨的研究方法 实验设计也比较规范 但早期的心理学 可不是这样的 为了探寻人心深处的秘密 科学家们做过 许多千奇百怪的实验 除了心理学之外 另外一个让人 欲罢不能的研究领域 就是 男女之间的羞羞事了 想知道这些领域的科学家们 都做过哪些疯狂的实验吗 咱们下集 接着说 千万别错过